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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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孩都會問 寶貝你現在真的可以跳嗎 你每次回來都腰痠背痛 不好說不好說 我問你不要再去跳了 我還要幫你按摩很棒 就是到了一定年紀 我們還是會希望就是 小朋友會知道我們 做過什麼東西 而且以前不同的團體 是沒有辦法交流的 在那段時間 壁壘分明 各自的門派 公司 互相仇視 你們不要自己仇視 宣傳 彼此宣傳都幹人家拐子 真的假的 工作上面 我們不可能在同一個節目上面出現 然後演唱會的場合也不可能 一定是一前一後 或是一個中間 一個後面 所以完全可以閒接你們只有Denis 你可以閒接 因為主持人才可以閒接 他們的王不見王 那個年代是 可是現在就Crossover很厲害 現在在電台也還是的 就是我上不了 對 你曾經很難 私底下都是朋友關係 可是到工作場上就是會分得比較清楚 像那個阿迪有一次在彰化 那時候我們一起 好像簽唱會的時候我們有遇到 然後他腳受傷 我就帶他來那個我們的醫院去治 這樣 對 真的真的 然後我們去沒什麼啊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變得比較好一點 這是出於人道主義啊 不是應該要這樣 唱片公司還可以擋嗎 他就是純粹為了賺權 你不能救他 你不要救他 你不要讓阿斷 你不要讓阿斷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講到秀傳這個名字 也有差 但是我們就變得比較好 然後回台北之後啊 比方說 我們會去他們的舞蹈 就是舞蹈教育去找他們 然後他們的粉絲就會在外面排好多 然後我們走過去 欸 那B.A.D.耶 B.A.D.耶 他們粉絲也會覺得很奇怪 欸 我們怎麼會去找阿迪 對 也很怪 就說那什麼檔耶 那什麼檔怎麼會來 我們不是那麼的明顯 對啊 其實我們覺得說應該玩在一起 所以這個聯盟我覺得還蠻好的 看起來就是說我們從不同的團體 可是我們把所有東西拿開 我們還是一個熱愛跳舞唱歌的一群男生 對啊 但說到粉絲是不是以前的粉絲比較瘋狂 因為現在的粉絲瘋狂 可能在網路上對戰 但以前的粉絲跟你們面對面 我看到資料的時候 還有人把那個團名刺青在胸口嗎 我們的 刺青耶 我到現在還都記得 不是在胸口 他刺在虹口 很痛耶 你知道以前我們辦那種簽名會啊 專輯簽名會 他們都會一個一個上來 那真的很死忠的歌名 他也許一次就買個十張二十張 然後就這樣上來二十次給你簽 對 每一次上來他會問你說 你好 你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嗎 你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嗎 就會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那個歌名大概是 就是已經傷心到 傷心欲絕到 因為我們真的記不住名字太多人了 他就直接把我們第二張專輯 B.A.D.的那個Logo 直接刺在虎口上面 然後有一天 第三張專輯簽名會的時候 他就這樣督上來 然後我一看到那個虎口 怎麼會是第二張專輯的 的刺青的Logo 我想說都出第三張了 你會看 對 但是我還是沒有記得他的名字 永遠記得虎口 我只記得虎口在那邊 他有刺青的 所以到今天還不知道嗎 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你需要跟他講些什麼話嗎 你要不要把你的刺青改掉 不行啊 變歐派年齡嗎 這個字又比較好 更慘一點 對他就吃在虎口 是個小女生你知道嗎 其實那時候我看到 我第一個反而是很心疼 是不是也不能罵他 對 對啊 像B.A.D.在那個 上海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們第一張專輯去 就上海竟然爆滿 200個人的那個座位 竟然塞了500個人 200個人 為什麼還有 怎麼座了500個人 真的是跌起來 就是跌起來 現場真的是像海波浪一樣 殺魔汗這樣 Secure Secure就站在前面 然後前面就是那個鐵欄杆 那個移動式鐵欄杆 你就看到後面這樣波浪這樣 那移動式鐵欄杆就 嘩 就直起來 他就說後面要推過了 你知道嗎 很恐怖 看不到 真的很恐怖 那種感覺 那就是覺得說好恐怖 然後一塊要唱完 我們覺得好 其實滿感動的啦 就像是 雖然我們好像是動物一樣 喵喵喵 可是他們就是會在那邊 看很多人這樣子 然後最後一首歌 阿爾快唱完了 我們就說 謝謝再見 我們要走了 突然一個歌迷受不了 衝上來 受不了 抱著他 抱著他 然後其他人就 看著那個歌迷 看著他們 看我們其他另外兩個人 然後看著彼此 然後全部就上來了 師宿列車嗎 一個人被咬 然後全部就上來了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結果我們就 我就看著 Bang就說 Bang說 Joy Alex 快走 抓他趕快往後台跑 你知道嗎 拉了就趕快走了 不能回頭 一回頭 你這樣 那種感覺 其實就 其實滿感動的 現在想到雞皮疙瘩 回想起來 其實滿 有趣的 而且他們很有兄弟情 他們還有Joy Alex 不是說放給他 我們趕快跑 因為少了 就不能繼續演唱了 就下一個 下一個城市就不能去了 對啊 然後就救了他 其實還滿感動的 那時候覺得說 其實我們 還可以繼續唱 其實他給我們的一個鼓勵 就是說 我們有被需要到 這樣 所以那個 師宿列車 永遠都記得